另一方面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自曝 曾经和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接触 目前已经采取自行隔离措施 居家办公 谭德塞今天早上6点42分 通过推特发文公告此事 但他强调 身体感觉良好 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并将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规范 接下来几天自主隔离 他在推文中也借由自己所面对的状况 敦促所有人遵守卫生准则 才能打破病毒感染链 同时保护卫生体系 截至今天 这个去年12月从中国武汉开始的疫情 已经肆虐全球189个国家 累计超过4600万人确诊 活跃病例达1500万宗 造成的死亡人数也突破了120万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